手里拿的这份体检报告呢 是美国总统拜登先生体检报告 今天呢我们就用一个视频呢 谈一谈 说一说讨论一下拜登总统的体检报告 到底科不科学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拜登总统的这个体检报告 做得非常的全 全是各个系统都查到了 我们呢就说我们自己的专业 就是血脂 首先呢我给大家说一说 拜登总统的血脂到底是多少 大家呢拿出自己的血脂化验蛋 跟着队一队 看看到底是你比拜登总统好还是不好 首先呢拜登总统的总胆固存是2.6毫模每升 甘油三脂呢是1.2毫模每升 高密度脂蛋白是1.0毫模每升 低密度脂蛋白是1.2毫模每升 大家注意拜登总统没有心脑血管疾病 也不是高危人群 他的血脂堪称完美 那么好多朋友说 哎呀既然堪称完美 向他学习呗 我倒是不认为呢 我们应该完全向他学习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说拜登总统的这个血脂呢 的确是不错 如果拜登总统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就像克林顿总统一样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放过支架搭过桥 这个时候这个血脂的确是控制的不错 也值得学习 但是呢拜登总统是没有心脑血管疾病 也不是高危人群 一个79岁的老年人应不应该把血脂控制的这么好 挤进于接近于各大指南推荐的完美数据 我觉得值得商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这个血脂啊 这样这么好 一个79岁的老年人 拜登总统今年79岁 就要使用更多的药物 我很少能够看到 说光吃点他丁 就能把血脂控制这么好的 他有可能呢 还得使用其他的药物 甚至更强效的药物 这样的话呢 经济效价比不合适 好多朋友肯定会说 说什么经济效价比啊 人家美国总统有的是钱 不在乎这个 美国总统不在乎这个 但是手机前面 千千万万的这些老年朋友们 却要考虑 第二个情况呢 我觉得美国总统就要在乎 就是说他吃他丁一个药 有可能不能把血脂降的这么完美 那吃更多的药 拜登总统79岁 就要承受更多酱脂药 带来的这种不良反应的风险 从这个角度呢 我也不认为他应该吃这么多药 吃更多的药 把低密度脂蛋白 降到了一个完美的状态 虽然说这可以让他将来发生 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降低 但是这值不值得 值得我们思考 说到底吧 说到最后吧 张大夫觉得 拜登总统这个提点报告 里面血脂的这一部分 不值得咱们中国广大的老年人去学习 如果你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或者说高危人群 我们可以考虑把血脂降到拜登总统的这个水平 而且降到这个水平真的堪称完美了 但是呢 如果说是一个普通的老年人 没有心脑血管疾病 也不是高危患者 那么是不是要 非要做成这个样子呢 我倒不认为非得必须弄这么一个完美的数据出来 其实呢 本身只要他血脂不是那种超标的 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 是符合正常人血脂水平的 就可以接受 没有必要弄得这么好 这是我的意见 希望张大夫今天的介绍呢 能够帮到手机前面那些千千万万的血脂高的朋友们 如果大家觉得张大夫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可以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智英大夫